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为应对激烈的人工智慧竞争,OpenAI正通过寻求允许员工出售股份留住人才。 据报道,知情人士透露,OpenAI近日完成了一项重要交易,允许现任和前任员工以5000亿美元的估值出售约66亿美元的公司股份。 这笔二级市场交易使得OpenAI超越了马斯克的SpaceX,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初创企业。 美国主要初创公司通常会通过员工股份转让来奖励和留住人才,同时吸引败部投资者。 OpenAI此次交易正式利用了投资者的强劲需求,为员工提供了反映公司成长的套现渠道。 知情人士指出,实际出售的股份总额低于公司允许出售的逾100亿美元额度,这表明现任和前任员工对公司长期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此前,OpenAI在软银集团主导的一轮400亿美元融资中,其估值已达3000亿美元。 此次交易中,OpenAI员工将股份出售给了一批知名投资者,包括Frive Capital、软银、Trigoner Investment Group、阿布扎比的MGX和Tiro Price。 尽管相关各方代表尚未对此置评,但这一交易无疑在业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目前,OpenAI正面临日益激烈的人工智慧人才竞争。 Meta平台公司新成立的超级智慧团队正积极从OpenAI和其他顶尖实验室挖掘研究人员,并开出高达九位数的薪酬方案。 此次二级市场交易不仅为OpenAI员工提供了经济上的回报,也有助于鼓励他们留在公司,拒绝那些极具吸引力的高额薪酬。 在人工智慧领域的人才争夺战愈发激烈背景下,OpenAI通过此次股份出售交易,不仅有助于巩固其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也将为留住关键人才提供保障,从而为公司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在此背景之下,全球的晶片制造商在人工智慧热潮中迎来市值飙升,投资者纷纷涌入这一领域,推动科技股持续创下历史新高。 最新数据显示,费城半导体指数与亚洲晶片股指数的总市值在最新交易日中暴增于2000亿美元。 这一波涨势主要得益于人工智慧公司的必好消息。 OpenAI通过员工股份出售创下5000亿美元的估值记录,并与韩国多家晶片制造商达成合作协议。 此外,有报道称,英特尔正洽谈将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纳入其客户名单。 受OpenAI合作消息的提振,韩国晶片股在10月初开始领涨,推动韩国COSPI指数刷新记录高位。 其中,SK海力市股价飙升10%,三星电子上涨3.5%。 分析师指出,此轮牛市主要由害怕错过FOMO系列驱动,投资者普遍忽视了人工智慧领域可能形成套幕的担忧。 Vantage Markets分析师Hebe Chan表示,科技股涨势毫无减弱迹象,仿佛重力不存在一般,逆风被轻易扶去,每条人工智慧新闻都引发狂热情绪。 尽管泡沫论调未消散,但主导市场的显然是FOMO心理。 这股涨势看似能自我维持,直到即将公布的第四季度财报可能迫使市场回归现实。 近期股价上涨,导致晶片制造商估值大幅攀升。 蓬勃亚洲晶片指数当前交易价格约为预期未来收益的19倍,而SOX指数当前交易价格为收益的27倍,逼近2024年创下的历史高位。 技术面上,MACD金叉续号形成,显示这些股票的涨势强劲。 回顾过往,晶片制造商在人工智慧领域的布局早已开始,但近期的一系列合作与利好消息无意为市场注入了强心计。 随着人工智慧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场景的拓展,晶片制造商有望在未来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然而,市场对人工智慧泡沫的担忧亦不容忽视。 尽管当前市场情绪高涨,但第四季度财报的公布可能会成为检验企业真实业绩和市场预期的重要节点。 台积电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晶片制造企业,其近日曾经拜访高雄市政府,赠送高市政府台积电高雄PE厂市量产12多的2奈米晶片。 高雄市长陈其迈说,相信以台积电现在PE到P5厂的2奈米先进制程,全球最先进的制程就落在高雄。 陈其迈表示,当他收到台积电高雄厂的第一片2奈米晶片时,真的是百感焦急,因为高市府团队过去的不眠不休,包括有时候晚上打电话给相关负责人,让其忍受他不断的骚扰。 因此,看到第一片量产的晶片,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陈其迈表示,台积电从到高雄投资设厂,到现在的施量产,进度比他们的预期更超前,相信以现在PE到PE5的2奈米的先进制程,高雄将是全球最先进制程的聚落。 陈其迈希望,高雄能够持续完善整个半导体的S狼带,包括先进的设备或者是材料,整个生态系能够串联大南方,以高雄为整个先进制程的枢纽。 未来也将能带动高雄在AI算力,或者是在半导体上下游产业链,形成更强韧的生态系。 与此同时,台湾证交所加权股价指数进入10月以来,在台北连续4天上涨,上涨1.5%,达382.67点,至26761.06点。 迄今为止,该指数上涨4.6%,迈向近一年以来最大涨幅。 今年该指数上涨16%,台积电对指数上涨贡献最大,上涨2.6%,至1400元新台币,再致历史兴高。 经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涨幅最大,上涨10.0%。 另外,台积电在美国时间2025年10月1时的交易中表现强劲,股价显著上涨。 该公司股价报售于288.470美元,较前月最后交易日上涨3.29%,成销量达到1460万股,反映出市场活跃度较高,显示出其在全球半导体行业的龙头地位与市场影响力。 摩根士丹利最新研报将台积电的目标价上调至1588元新台币,主要基于AI半导体需求持续增长及其在先进制程的技术优势。 市场普遍认为,此次评级上调将进一步提振投资者信心,尤其是在全球AI基础设施投资热潮的背景下。 随着AI技术的快速发展,台积电在高效能运算晶片的需求激增中展现出强大的市场潜力。 该公司在技术创新与产能保障方面的优势,有望为其持续赢得市场份额并巩固行业领导地位。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谢谢。